看一下林静颖医师你写好了 第一个 林静颖医师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是赖清德 最讨厌的总统候选人是柯文哲 跟你同属医生的柯文哲 我们是二楼医生 也可以复选是 唯一支持赖清德 好 这是林静颖医师 我们看一下巧心的部分 哇 巧心的部分 哇 还画图耶 展现一下我绘图能力 最支持的是什么呢 猴子嘛 叫猴猴 我们国民党正式提名的猴友宜 然后呢 最讨厌谁呢 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嘛 那所以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我想这个是很热的意思 就是乱好 赖清德 以及我另外写一个 谁保送赖清德 我就讨厌谁 好 就是说在这么多组的候选人里面 如果在野党分成很多人都出来选的话 那基本上赖清德躺着选以外 其他三个人也可以躺着选 好 就是三个是躺平的 然后一个是已经就是可以宣布当选 所以谁保送赖清德呢 我们就讨厌谁 那也可以的部分呢 我想我们的大原则是政党轮替国会过半 在这个前提之下 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政党轮替国会过半 所以你意思说如果可以复选的话 政党轮替 所以你的组合里头很显然你保留一个空间 猴跟柯 猴跟锅嘛 是不是政党轮替国会过半 不一定 因为如果他们的出现 会使得保送赖清德的话 就会瞬间从也可以变成最讨厌 所以我天蝎座呢 这个敢爱敢恨 然后心情波动很大 一下可能是最喜欢 一下变最讨厌 难讲 无人心海底针就是这样 好 你就待会儿这个论述 你这样的选择可以再说清楚一点 来曾博宇的部分呢 最支持赖清德 最讨厌柯文哲 也可以支持谁 没有 所以你跟林医师一样 都是唯一支持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的支持度 在民进党的党员的支持度 的确都是85%的稳定性 那相对于侯友宜方面 侯友宜的确他的支持度 国民党的支持者 50%到60% 甚至有高达20% 是流向的柯文哲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吴彦祖的部分 板桥的吴彦祖来 有意思了 你看他答案 来你自己说明一下 因为国民党我们最支持 当然是我们的候选侯友宜 那最讨厌当然是 我们希望推政党轮替嘛 所以要把赖清德换下来 那我觉得当然 如果侯友宜他可以单独 就取得胜利 那我们就支持他 但如果说在野势力 因为太多人出来选分散 那我们支持一个组合 那这个组合就是侯家锅加科 或者是说 如果锅没有选的话 侯家科这样子 主要的目的跟小鑫一样 我们就是要推动政党轮替 所以你们答案是一样 所以小鑫他这样的组合 基于政党轮替 其实也可以接受 来你这个 我们double check一下 在这一个叶元支这个组合 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不对 其实大概87%像 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我最讨厌里面 然后多写了一组 就是说 谁去扯政党轮替国会 过半的后腿 那我觉得呢 他就会从喜欢变成讨厌 差别在这里 谁去扯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叶元支组合里头 猴磕锅 或者是猴磕 那么猴磕大前提 你们不会废猴 因为猴磕宇一定要当政的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猴磕宇在我的想法里面 要当政的 但我们主席也有讲过说 没有不可能是 我们尊重主席的指示 对 所以 那我觉得说 现在讲这个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把它倒过来 是磕猴或是郭猴 我自己是期望 就是猴磕做政的 但因为情势一直在变 所以其实我讲也不准 而且我觉得 现在讲这东西 其实有点言之过早 因为我们现在还要观察 就是郭台铭他的动态 我觉得郭台铭 他现在的想法就是 他也许他会宣布参选 然后会开始进行联署 那联署的过程当中 他会不断的造势 他可能要各地去联署 让他声势整个起来 那如果他整个声势起来之后 他就以战逼合 接下来他就会去 跟柯文哲谈 就是说 柯文哲你要不要来跟我合 变成一组郭柯佩 那我觉得郭不会做父的 应该就是郭柯佩 那这 但这也要牵涉到 柯文哲的意愿 但柯文哲现在意愿 就是比较暧昧 他之前好像一下子讲说什么 我很怕郭台铭 因为他们曾经在金门 就是在金门那时候一起看海 然后看完海之后 三盟海事隔一天 就是什么时候忘记 所以柯文哲很受伤 所以他只要讲到郭台铭 他就觉得说 现在讲到他很怕他 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冲淡 治疗了他的伤痛 他后来讲法又说 现在好像好一点 然后他后来 柯文哲后来也有提到说 生物会找到这个自己的出口 所谓的生物找到出口 就是主流民意 所以他其实他波动的啦 所以他给郭台铭一个想象 就是郭台铭会认为说 只要民调提高之后 是不是柯文哲就有谈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 现在他的第一个目标 应该是要去找柯文哲谈 那那目前 然后再来就是侯友宜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边金补聪的说法 金小刀说法 金小事的说法是说 绝对不会做负责 所以站在郭台铭的想法是 一边是好像比较曖昧 柯文哲比较曖昧 另外一边侯友宜是比较硬 那他当然想的是说 那我先去整合柯文哲 但但这个会不会成功 那就要看他这两三个月 他的努力能不能把民调拉高 可是如果他的民调 没办法拉高的话 他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他不会登记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个礼拜 我们的昭华县议长谢典林 他退党 退党之后 郭台铭很迅速的就去留言 这两个应该讲好的 不然半夜十二点 郭董不会这么快去留言 半夜睡不着觉 可以把心情很成哥 不需要去留言 他就去留言 他留言讲什么 他留言讲说 唯有团结在野势力 才有可能把中华民国充 战争拉回和平 那所以他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主流民意 团结在野的力量 他也不会去做破坏团结的那个人 否则他就打脸自己的留言了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 就是看他民调能不能拉得起来 民调高 他会想办法整个科 然后民调低 他不会登记